大家好,我是Coco,欢迎来到新市一站 男人不爱你却又不离开你 多半是这些原因 第一点就是还没有碰到合适的就把你当成备胎了 在这个人人都能说我爱你的一个时代 一个男人匆匆的向你表白 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能他最开始选择和你在一起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你 他也打算和你走下去 然而在时间的一个长河中 一旦新鲜感和激情消失 他对你的爱也就所剩无几了 当你感慨感觉不到他的爱的时候 当你问他爱不爱你的时候 也许他心情好的时候会随口说一句我爱你 但假如他心情低落的时候 就会对你发脾气了 问你是不是很无聊呢 事实上当一个男人这样对你的时候 他显然对你一点都不爱了 他还和你在一起不是由于爱你 而是为了他你们可以随时的分手 但是他还没有碰到对的人 他仍是会和你在一起 实在他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备胎而已了 第二点就是我不想为了应付父母而被迫结婚 随着时间年纪的一个增长 有些男人看到身边的一个人 个个都结婚生子去了 就会有一种不安的一种心态了 假如一个男人已经到了一个结婚的年龄 他也会主动的带你去见他的父母 但是他从来都不提婚烟 假如你觉得他心里有你的话呢 只是想晚点结婚 那你就真的错了 实在呢 你只是他对付父母的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第三点就是习惯你的存在呢 并接受他 很多男人呢 老是把爱情当成游戏 只想身边有人 他爱不爱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所以在和他相处的一个过程中呢 你不会受到特别的一个对待 更不会受到任何的一个礼物和惊喜 在他看来呢 任何人啊都是一样的 只要能活下去 久而久之 他也会习惯了你的存在 即使呢 他不爱你 也不会呢 随便的离开你 换一句话说就是 他对你足够了解 知道你爱他 知道你可以心甘情愿的为他付出 所以他可以安心的享受你给他的一切 现实生活中呢 总会有很多这样的人 明明他不爱你 却又不直接的告诉你 也不会干净爽口的离开 他不是放不下你们之间的一个感情 也不是说他舍不得和你分开 只是啊 和你在一起能给他带来一些 他需要的一个好处而已 别认为是爱情啦 要知道真正爱你的人 永远不会愿意伤害你 更不会用伤害你的一个方式啊 去爱你哦 今天我们的话题啊 就聊到这里 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